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周一股》 我是李维仪 这个环节嘉宾又安努 安努你好 安努收到我们推荐他今天星期的深水股份 不过之前回顾上星期安努推荐的中远海能1138期内表现 期内恒指还跌了22点 跌幅0.09% 至于中远海能跌了2仙 跌幅0.54% 上一次的投资建议抹价是现价 目标价是4.3 上一次的现价是3.73 至于市价是3.3 今天中五收市价是3.71 期间波幅最低见过3.62 最高去过3.82 安努看到其实这个星期的变动不大 包括市况 你继续持有 但是指射价和目标价是否为此不变 都没什么太大的变动 如果你在说害怕的 或者你在说想安全一些 甚至可以以3.5 作为一个指射位 你输也都是在说输一成以内 OK 可以继续拼 但是上星期 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个中美谈判前 中国买多一些相关能源等等 有这些消息的 但是就在说 现在年何时会谈 或者是否真的会会谈 中美的关系都仍然持续处于紧张 会限制股价的表现 所以短线阻力位 四元的位置就可能会比较明显 所以如果你是没有什么消息的情况下 有机会特别8月27号 即是说星期四出业绩 有机会见到4元这些位置 都可以考虑拼破价 就是看你短炒 极短线 还是纯粹只是短炒 短炒这些位置就会吸引的 你说看有什么时候有机会爆上去 破到4元左右的位置 看4.3 不难的 可能甚至短期有机会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上落格局的 如果你说一个极短线 或者极短线你一直看着股价 就是看它明天的变化 可能4元这些位置可以先取消 整体延言 终远海林 我觉得行业上都应该没得再抄下去了 我觉得这些位置有机会初步选定 但是的确现时市况就不太轻炒这些股份 所以你说纯粹可能机会成本 你说如果你是很重货的 或者说因为资金有限的 那它就可能未必是一个太好的选择 大家留意到今天星期会训练职 如果短线也可以看4元资金赚的 那安努同学们看看今天的视况 刚才也提到 就是说中美关系又不知道搞成怎样 不过看到好像香港这边的 那个确诊过案 还有一步回落 据闻今天就是单位数 很久没见过 看到今天的市场气氛都好像挺良好 最多升超过400点的 暂时都升300多点 去25,400这些位置 虽然看到25,500这些位置有点点阻力 大家看到方网股的当炒 继续炒上来 美团、京东那些涨很多上来 除了这个板块之外 还有什么板块或者股份可以厚厚的市况 经常说ATMX那些都不会特别推介 要买一早卖了 知道炒什么都不需要特别多说 你论股值基本因素上面 很过分的 从来都没有说美团这些位置要合理 但是它还会继续升上去 但是要留意这些市况经常说两种方法 要是选业绩OK的职佑股 要是说未出业绩、博业绩的 这个星期就讲始终业绩发布的最高峰期 我就选业绩发布的相关股份 因为现在市况也很波动 博业绩的风险相对比较大 但有很多职优的公司 很多时候未必那么容易爆上去的气泡 爆上去的那些来来去的记者 特别是科网股为主 所以我要选择的 选择一个板块就是说水泥板块 其实这个板块我都见到 其实今天也有致敬水泵 都是继续炒灾后 就是说水灾后重建的相关的概念 而水泥都是说海螺水泥的 始终说这些市况 我觉得你要博尽量去减低风险 我觉得你看看上半年份业绩上面 其实整体数字上面 都可以的 我觉得暂时来说 如果你在这些位置 买水泥板买河洛水泥的话 会相对比较稳定 我们详细看一份业绩 是否新鲜滚热辣的 今天出了中期业绩 我看到业绩之后 它的营业额按年升了3.3% 水泥熟料跌了7.6% 但毛利率升了2.3% 股东应佔日利升了2.5% 每股盈利是有5.3% 超过半成的 看到业绩之后 股价之前是3年跌的 今天反弹了 似乎是否市场对它的业绩很收货 是不是算超出预期 因为我看到它刚刚突破了60元 因为60元这个位置好像也很大阻力 之前是不是安奥 大家都收货是不是 其实你讲它的股价 都第三第四次突破60元这些位置 60元的阻力位是心理关口 实际上就不是说什么很重要的阻力位等等 重要的阻力位已经破了 我想看回业绩上面 首先第一方面 我虽然是业绩后推介 但老实这份业绩就不是有些超大的亮点在 你看到这份业绩与盖放上面 你看到水泥熟料的整体销量其实是下跌的 就是因为第二季又有疫情 第一季又有疫情 第二季有部分中部地区上面 有些水灾等等 天雨等等的问题 导致到销量 其实今年的上半年就相对比较差 但是你看营业额、无利率各方面 都连升障害反应什么 水泥价格其实在今年上半年来说 仍然是比较硬的 所以就导致到业绩上面无利率改善 整体的盈利能力都叫做好过预期 起码按年来说都仍有特性 但是如果你对比起其他的水泥股来说 无论你看华人水泥 或者中建材 这段的走势比较落后 所以其实推介海螺水泥是另一个原因 就是说短线走势比较落后 现在整个市场气氛开始好一点的情况下 博会追回落后 所以我觉得海螺水泥 其实论业绩就不算有太大量点 但是问题就是说整个水泥行业 一向都在 很低单位数字PE 你只要盈利不倒退 其实都足以support股价 继续均在这些位置 所以业绩上面大家千万记得 就是虽然业绩又不是有太大的量点 太大买点等等 但是OK的 我觉得是有条件支持股价性 不过不失了 份业绩有条件追下落后 看完份业绩可以看看旗下地区的销售表现 我看到东部地区的营业额升了1.5%左右 分部利用也升了4.3% 中部和西部的营业额和分部利用也要跌 而当中南部的营业额升了半成左右 但分部利用也要跌了3成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呢 而且我记得你几个月前推过的 就看到这份表就说 它那个很受疫情影响的销售 但是这份表是否比起年头来说 那个影响已经小了 其实因为拉回上半年业绩了 所以疫情的影响其实不是太明显 收贩地其实最大的分别 就是你特别看销售额方面 中部地区的跌幅是最明显的 就是说之前提及到涉及一些水灾 很多工程平均等等 但是其实你永远股票市场 都是不会说开始水灾的时候反映着 相反地 为什么水泥股的股价走势 在五六月份比较低 原因就是因为已经影响 反映了很大部分 相反地现在就是说在低基数效应下 接下来就好像疫情那样 有些报复式消费 有些灾后重建 就是炒这个概念在这里 所以其实就是说 我想未来一个亮点就是说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对海螺水率来说 其实是最重要的 主要原因就是说占比销售不算多 但是这个地区的盈利能力 是说非常之强的 所以你说水灾对水泥行业 特别是海螺水泥的影响性其实是大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五六月份 之前的股价立了这么久 试过碰到50元就是反映着这些因素 所以反映着这份业绩出来之后 为什么说继续投资 就是市场会开始憧憬下半年 那个销售状况会有机会改善 等等这些就会支持海螺水泥的股价 继续向上市高位继续去最落口 所以最重要就是说看天气因素等等 只要你说现在内地过了雨季 或者不是说叶得太过夸张等等 只要整个基建等等 那些动工量 譬如未来看经济数据的固定资产投资 包括有一个慢慢改善的势头在这的话 我觉得海螺水泥的股价是有这个位置 其实接触率是高的 有个憧憬在这 我们看它那个水泥价格的走势 看到水泥价格这幅图 是不是显示现在是淡季 我看到好像水泥价格有下跌的趋势在这 其实现在都算是淡季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说很多时候雨季是在这段时间 但其实说今年因为雨季相对的 就提前了一点 所以你说其实这段时间 虽然没有之前那么严重的 不是雨季的最高风期 但是第三季都是船头昂贵 始终夏天下雨相对比较多 令到整体水泥的动工相对强大 但是留意之前说业绩 上半年的水泥价格仍然还可以 因为你说同比 对比到2019年的上半年 比较上来 不算第二季正尾那段时间 普遍仍然是很多地方 全国的平均水泥价格仍然是入力性 但是其实第三季来说 未来水泥价的业绩都有大压力 因为你看全国的水泥价格 指数有指数 第三季其实是同比跌下去的 很大机会都是出现一个同比下跌的状况 但是对于水泥行业最关键 就是说未来来说 水泥价格有没有机会见底会升 就是要看灾后重建 或者内地推基建的力度究竟有多大 其实经常都说内地要稳住经济 就是要稳基建 以水泥价作为投资目标 我觉得是OK的 最重要的就是 起码会拉动到整体的水泥价格上升 如果你买一些基建 最担心就是博利多少壮 所以未来来说 其实水泥价格 能不能开始由低位反弹 也是关注 我看到现在的资金已经炒掉了 无论是3323 中国建材 或者华人水泥 甚至海洛水泥都开始破顶 所以就是说偷步资金炒作 跟之前的雨灾的因素 现在未来就算水泥股的价格升上去 估计有时也会偷步行先 或者是反映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说 推介河洛水泥或者买水泥股 最后主要的原因都是说 大家衷敬未来整体内地的基建 经济活动 会开始慢慢有气息 这些价格 股票资产价格 会有一个回升趋势在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位置 虽然海洛水泥是在它的历史个位 但是其实如果你拼这个因素 来到未来 内地在最后重建 又或者很多稳定的政策 稳定经济的政策 推基建等等 这些位置 我觉得未来的水泥价格 这些价格也会比较多 是否比起同业 其实它也算是强劲 这是海洛水泥最大的优势 为什么整间公司的ROE 股本汇报率伤度比较高 原因就是它有很多淨现金 负债本身 可能已经比其他行业伤度较少了 最重要就是说 你留意现在内地整个水泥行业 没有什么太大的生产线投产 很多都是还有产能过剩 涂体产能都是以这些话题为主 所以对于水泥公司来说 其实钱是多到没有订息 海洛水泥上来 上次有很多现金 但是派息比率一直没有提升 原因就是他们很多时候 拿不钱去做一些定存投资等等 去买一些理财产品 这方面就导致一直没有提升派息比率 但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份业绩出来之后 看回它有一个比较稳健的财政状况 其实还要有条件可以憧憬 未来来讲增加派息比率 可能在股息上面都叫做吸引 因为其实就算它不增加派息比率 现阶段来讲它维持现有派息水平 都差不多接近四厘左右 如果再有机会派出特别息 股价有机会就升一阵很夸张的胜伏法 但是要留意之前讲的这份业绩 真的不算特别良例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讲正现金方面 其实对比上年的上半年来讲 都减少了不少 原因始终都是讲今年上半年疫情 很多行业整体也都面对着经营现金流 有个压力在那里 海螺的赚钱能力 的确你看到中期业绩都是赚很低淡的数字 短期来讲现金没有大幅提升 但是我觉得这样讲 在内地现在又推过低息环境 再加上水利行业 现在的雨灾疫情开始过去 整个现金状况有机会回复 你看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上半年增幅是有点压力 但是其实在说 正现金流入的势头其实很稳定 所以我觉得最终来讲 它这个强劲的财务状况 当资金就是肯炒水利股的时候 海螺水流的长线来讲 就应该不会比其他同业方很多 多cash是它的优势 看起来它的估值是否算抵买 我看到下一幅图看到它的股价 其实在50多元那里徘徊了一段时间 现在买是否算抵买 可以像你说的追一下落口 我都可以这样讲 因为问题是为什么选海螺水利 原因就是在市况 特别现在炒股很简单 你选强一些强势股去炒 如果选强一些纯粹在股价 好像今天出业职中海外 这些很难炒不起 但是问题是 你说海螺水利 股价又不贵至远 股价表现都是强势 最重要是它试近历史高位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看用10年过去平均值算 现在海螺水利仍然是低 10年平均值 12.2倍PE 下低1个标准差左右 我觉得这些位置 其实说8倍PE左右 其实你当资金肯炒回旧经济股 很容易退上 最重要是 其实特别在过去一个月 看到市场炒什么 就是憧憬疫情过去 资金落回旧经济板块上面 如果在这个势头保持住 这些或者再追海螺水 一旦破顶起来 可能短线很快有机会 有个股价向上提升 所以可以拼博的 但是有一样东西 今天才出现 就是说 如果你看今天市况上 资金开始又落入美团 ATMX 股份 这个会是 海螺水利短线的风险 纯粹是资金最低 会不会最终又流不回到 那些旧经济股身上 这个就要小心一点 但是我觉得暂时问题不大 相反到现在的冲击 新旧经济股一起炒上 夹高市况 看看短线有没有机会做到 如果做到的话 老实说 你又乐观点看 海螺水利短线 如果下回到10年平均值 12倍PE的话 会上到88元这些位置 当然没有看得那么乐观 但是这些位置的股价 绝对是属于便宜的 这些市况我觉得 如果你硬高追 你高追一些股价比较便宜的股份 起码会相对比较安全 是的 追一些便宜的就舒服一点 刚才Anno也提过 60元其实都是心理关口 试过上去的 其实看到它的股价 在4号的时候 是上过去62.5元 是不是已经突破了 接下来是不是突破了这一个位置 股价可以再升多一阵 还可以上网多少呢 其实图表上已经是突破 其实这个是 老实说 我选择推介海螺水利 最重要的原因 现在我选择股份 很多时候都以图表为坏线 在图表上面的走势 都比较重要 因为很多短炒资金 有时候真的看图表 或者看唱 看气氛上面 去做炒作 第一方面 水利股 你看到华人水利 中建材已经升得很厉害 很多水利都有机会爆发 最落合在那里 而你看图表上面 就是颈线位 59.5元 就有这些位置 已经升穿了 图表上面 其实有个高低式的 头肩底夹局在那里 所以在短线上面 甚至做一些极短炒部署的话 你不穿颈线位 还可以继续向上望 所以这些位置 可能是可以告罪 现价买入也没什么问题 如果现价买入的话 目标价值亏价 或者部署应该是中长市 还是怎样 其实这些市况 我常说不要太过探心 我觉得如果你有60元买 差不多接近两成 一成八 还有70元 你就先取消费 之前那边说 甚至是你放置要的 如果那些资金真的肯去 大幅提升那些股值的话 上升到10倍PE 升两成 其实都不过分的 所以你说可以70元 估第一柱 第二柱的话 升两成 但是72元 这些位置就估另外一半 但是如果一柱过 中线部署策 70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有机会见到的 特别图表上面 都见到它滑行了 之前觉得50元至60元 很长时间了 你就这样量度升幅 它会避免 现在突破60元 那就提70元 我觉得现在50元做止涉的话 最好就分两柱 这些位置 第一柱 55元就是扣货 不出50元的话 其实你策略上 都应该没什么问题 大家留意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参考Ano的意见 最新就是59.85元 现价可以入 也谢谢你Ano 这么详细的分析 跟你申报 以上提到高分 有没有持有的 有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你 这个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稍后回来 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